第五十八章 出发 田园B 因为田园A被田园四引力锁定的缘故 田园A背面将是永恒的黑夜 小宇将在这片黑夜的掩护下 展开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大建设时代 这一次小宇下定了决心 在拥有足够的自保能力以前 绝不再离开拥有无限资源的田园四横星系了 宇宙实在是太危险了 且不说各种自然形成的危险区域 比如超新星爆发 黑洞 中子星之类的领地 只单说各种外星文明 就已经足够让小宇恐惧了 小宇就像是一个蹒跚学步 行走在危险的 充满各种猛兽的丛林中的婴儿 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猛兽抓走 变成养廟 为了生存 为了将人类的文明 传承下去 我 必须要活下去 小宇默默地想着 操纵着新的旗舰 田园号放出了大约200颗卫星 为田园A做上了信号覆盖 小宇就居住在田园号上 遥控着地面上的二十多万台机器人 开始了极地的建设 田园A表面 总体上是平坦的 但是细节处 就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撞击坑 这种撞击坑的形成是必然的 一个恒星系 在形成的初期 总是混乱的 充满了各种无头无脑的小行星 它们在星系内部横冲直撞 逮到谁就撞谁 一个行星初期的物质积累 就是靠这种小行星撞击来完成的 可以预见 田园A 在以后的漫程岁月中 体积和质量还会继续增大 不过 就是比不上田园C的增长速度罢了 这些小行星 为田园A带来了丰富的各种矿物质 让小宇建设各种飞船 基地等的原料来源 有了保障 小宇首先建设的 是一座巨大无比的科学研究所 在这座科学研究所内 小宇将展开包括超巨通讯 能量炮 能量护照 更加先进的纳米机器人 更加高效的核聚变发动机等等 各个方面的研究 同时 以中央科学研究所为辐射点 小宇展开了大规模的地质勘探活动 在田园A上面 寻找着各种自己需要的元素 并且在矿藏地点 开始建设大规模的采矿基地 采集来的矿产 将被小宇用来建设环天院4 大型粒子对撞机 与此同时 小宇还展开了大规模的太空炮台建设工作 横冲直撞的小行星 虽然会为田园A带来各种丰富的矿产 可是有一些不长眼的小行星 也会给小宇的建设工作 带来一定的麻烦 比如说 如果小行星的撞机点 正好是在中央科学研究院的话 那麻烦就大了 为了防备这种情况发生 以及某些小宇心中隐隐的担心 小宇完全是按照最高能力 和最高标准来建造这些太空炮台的 这些太空炮台 除了装备了常规的大功率激光炮之外 还装备了小宇最新研发出的能量武器 而且 小宇打算将这样的太空炮台 足足建造 一万座出来 这样的数量以及质量 很难说清楚 是为了防备小行星撞机 还是为了防备外星舰队的袭击 才建造的 不得不说 黑暗宇宙法则 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真伪 但是和蜥蜴人文明交战的过程 已经给小宇留下了足够的心理阴影 除了中央科学院 以及采矿基地 建设基地 太空炮台之外 小宇还建造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建筑 在小宇的规划中 这样的建筑 建成之后将高达数百米 数量有数万个之多 按照某种力学规律 分布在天苑A的赤道 极点 昼夜交界线等的地方 这就是行星发动机 在小宇的综合规划之中 环天苑寺大型粒子对撞机 将被建设在距离天苑寺 3800万公里的轨道上 从燃料补充方面 建设物资运输方面 能源获取方面等综合考虑 建设在这个地方是最合适的 可是建设在这个地方 天苑A就会对这个巨型仪器 造成严重的引力扰动 会破坏其运行轨道 所以一方面为了排除 天苑A的引力影响 另一方面也为了实地验证一下 自己的大功率核区变发动机 的建造构思 小宇决定玩一次大的 那就是通过建造数万台 大型行星发动机 小宇决定将天苑A的轨道 推进天苑寺 一千万公里 届时天苑A的轨道 将由现在距离天苑寺 三千万公里 变成两千万公里 这是一项 极其惊人的工程 这样的工程 放在以前的地球之上 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小宇 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 大型核区变发动机的建造技术 对天体力学 也有了足够深厚的理解 这样一项巨大的工程 在理论中 是完全可以建造出来的 在建造过程中 小宇还可以逐项检查 自己所掌握的每一项技术 还可以获得无数的实验数据 这对小宇全面掌握目前的科技 有十分巨大的好处 这项工程 就等于是一次考试 考核小宇现在的科技水平 如果这项工程最终完成了 小宇的科技 将在技术层面产生一次巨大的飞跃 届时 小宇将可以把目前的航行速度 由最高900公里每秒 提升到1500公里每秒 推进行星轨道 其原理很简单 就是通过这些行星发动机 为其减速 然后 其环绕速度 就不足以抵消 天原寺对它的引力 行星 将会朝着天原寺掉落下去 然后 等天原A掉落到合适的轨道之后 这些行星发动机 将开始为天原A加速 以赋予其合适的 环绕速度 当然 这个过程 将会是极其缓慢的 在小宇的规划中 整个过程 将会以十年的时间来完成 一般来说 除了贫瘠之星那样的特殊粒子 一颗自然形成的行星上面 不管多少 各种矿产总是有些的 天原A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粒子 不管储量多还是少 总之 小宇是在天原A上面 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 全部元素 然后 轰轰烈烈的大建设时代 开始了 中央科学院 以及各种采矿基地 建造完毕之后 小宇就开始了 地面零件加工厂的建造 然后 以这些零件加工厂为基础 小宇开始建造 地面飞船工厂 以及太空电梯 在高达500台太空电梯 建设完成以后 小宇紧接着 开始建设太空船屋 然后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就开始有源源不断的 新飞船 被建造出来 新飞船建造出来以后 小宇立刻组织了一只 有田院号 50艘乡级飞船 以及300艘村级飞船 组成的远程燃料 收集大队 因为超级通讯科技 还没有被研制出来的缘故 这第一次采集原料行动 必须由小宇 亲自带队去完成 因为只有这样 小宇才会对 整个采集过程完全掌握 然后 才能编制出 相应的自动程序来 以耀眼刺目的 天院四围背景 小宇的这300多艘飞船尾部 同时发射出了明亮的蓝色火焰 开始朝着天院B 出发 天院B轨道 距离天院A轨道有4亿公里 当然 这4亿公里 是最短距离 现在 因为这两颗行星 各自运转位置不同的缘故 其距离已经扩大到了5亿公里 以小宇现在每秒900公里的速度来算 也只需要6天半的时间就可以到达 算上加速 减速的时间 最多不超过7天 一路上 小宇可算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青春火力 天院四星星内的物质密度 最少比太阳系要高出几十几半倍 几乎每过一段时间 小宇就可以遇到一颗直径在5米以上的大型陨石 在星际空间内 嚣张地呼啸来去 一些不想赶的陨石还好说 恰好占据了小宇舰队前进轨道的陨石 就只有发动激光炮将其消灭掉了 一路上 这样的陨石让小宇不胜其烦 这是幼年恒星的共同特征 像太阳系那样稳定的星系 至少也需要几十亿年的时间 在各大行星 以及主恒星的引力交战之中 才会缓慢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 小行星或者被驱逐出内太阳系 比如科伊伯黛和阿尔特云 或者聚成一团 形成稳定的轨道 比如小行星带 又或者被大行星所吸引 而发生撞击 直到至少几十亿年之后 慢慢地才会形成稳定的局面 很显然 天院寺这颗只有不足十亿年年龄的恒星 其所主导的星系 距离形成这种稳定的局面 还有一定的时间差距 这样的陨石袭击 在小宇到达小行星带的时候 达到了高潮 太阳系的小行星带 只是须有七表 在其中晃荡一百年 都不一定能看到东西 可是天院寺的小行星带 那就是名副其实了 在这里 随便用一个望远镜 随便一个方向 都能看到成千上万的陨石块 这种密度的陨石 就算以小宇现在的科技程度 都不敢应创 没有办法 小宇只有操纵着飞船减速 激光炮四面发射 才磕磕绊绊地度过了小行星带 等到达天院壁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了八天 比预定的时间超过了一天 小宇安安咒骂了一句 重新衡量了一下 在天院壁采矿的难度 才一头砸进了 天院壁的大气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